第三月中旬行政医卫生署 顺利亚政家委员 正在跟本期欧跟水利的家庭医疗站 进行生效的变故 提出确读本期欧医疗站 将经费刷到观光客 较多向南医疗站 既然除了翻担 中央不了解地方的诉求 也说明医疗站在刷区的重要性 你跟官卫生局竟提出 希望医疗站开放 看问真的博物 三月中旬行政医卫生宿舍专家委员 正在往就跟本期欧 含水利的家庭医疗站 进行到生效的变故 发现本期欧医疗站 含着到医疗站的鼓励情地 所以由它来策图 将经费医交观光客车 阿里山医疗区里面的乡人医疗站 是应去本期欧地区民众的欢迎 在29号的报 跟其官卫生局是要去到 在乡人区中和村 尾山区 泰河 泰昕 水利的餐厅 和政策医疗站的主席 和中级北医代表 为新疏人员上 共同讨论医疗站的 使用问题 湘林有热气的卫生室 目前就是 问苹果之后 阿里山医疗区 整个任务局都没有办法医疗站 都完全靠我们地方政府 所设的医疗站 和乡人员的卫生室 所以我们希望说要填补这些空檔 要有医师长住在那个地方 每一天都要有 本居尔的经济医疗站 是结合我们的消防队 可以在短时间内 机动性的救护 救灾 所以无论我们在阿里山的 灰车 冰车 还是我们公路的车后 我们的经济医疗 是第一个跑最前线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说 要把我们的本居尔医疗站 汇除的位 实在是很不对的 有收门票 你就是要有医疗设施 五届服务品质 你要把我们本居尔 紧急医疗的资源 把我们拿去阿里山起来 本居尔医疗站 几个分队长 跟我们合作 也都合作得这样愉快 那过去有这样的基础 但在未来我想要发展会 有一个再激进的基础 要发展会 会比较方便 本居尔医疗站 配合到观光人员 是家里来开放 微信宿定位 是让观光客家 家里经济救难使用 但从100年开始 调查看白亿人所 每日平均都没有到5个人 但中和传长认为 用病前日用在一时 本居尔医疗站 本居尔医疗站 对有限来说是定性丸 并究竟提出 中山区医疗站 开放检报文静 因为万神病 欢乐山提油 是相当的不方便 今天的投入里面 我们也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禁忌医疗 加入紧急医疗观光站 这个定义 中山区医疗站 中山区医疗 中山医疗 中山医疗 中山医疗站 都支持医疗站 应该继续保留 你最后会医疗 共同割议 保留就是你 和本居尔医疗站 向林卫生室 要拿医生医疗设施 应该由你母国来支付 西京新闻 大家看到哪里 蔡宏博德